随着首相拿杜斯里安华宣布开斋节额外公共假期 柔佛州政府也决定跟随中央脚步 将下个星期一也就是24号列为额外假期 柔佛州大臣拿杜温哈菲兹今天透过脸书发布文告 在获得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的许可之下 柔州政府根据1951年假期法令第369号法令第8和第91条文宣布 下个星期一为额外公假 柔州大臣也祝贺所有穆斯林开斋节快乐 返乡旅途也要万事小心 首相早前宣布开斋节额外假期将落在明天或下个星期一 换言之全国人民能够享有四天廉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Sioux